上一期节目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大阪城 和大家聊一聊风尘秀吉是如何帮芝田信长建功立业的 那么他最后究竟如何一统日本成为天下人呢 大阪城又有着怎样坎坷的命运呢 市长今天接着跟大家聊一聊风尘秀吉和大阪城的故事 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市长带你看日本 大家好 我是市长刘洋 1582年正当风尘秀吉和这个毛利是在交手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呢足以改变风尘秀吉的一生 就是本能寺之变 讲的是什么呢 是芝田信长的一个家臣叫明智公秀 他背叛了芝田信长 把这个芝田信长在京都的本能寺给逼死了 逼着他自杀了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本能寺之变 除掉芝田信长后啊 意在夺权的明智光秀深知在前线作战的秀吉是自己最大的绊脚石 于是立刻派密使去毛利市报告 企图来个里应外和一举灭掉了秀吉的部队 可万万没想到啊上天给他开了个小玩笑 送信的密使呢竟然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 稀里糊涂的把信送到了秀吉的兵营中 不得不说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拥有智慧的人 秀吉在看了信件内容之后啊 大吃一惊 同时呢也预感到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他首先隐瞒了芝田信长去世的噩耗 立刻安排与毛利市谈何 此时的毛利市由于已经被围困数月 局势十分被动 于是很快就接受了秀吉的条件 以高松城城主清水宗志切腹为代价换取和平 就这样呢秀吉顺利的占领了高松城 封臣秀吉拿下高松城之后啊 迅速整顿人马决定立即返回京都 来讨伐这个明智光秀 于是就上演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中国大返还 秀吉下令所有人只戴上行军口粮 武器盔甲什么的通通都不戴 轻装上阵拼命赶路 秀吉的部队在庞陀大雨中夜以继日的强行军 急迟了约100公里后 终于在第二天的傍晚抵达自己的居城基禄城 封臣秀吉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基禄城 就迅速的跳进自家的澡池里面 一边发布这个出兵的顺序 一边叫来后勤部长命令他 把城中的所有钱财和军粮都给将士们分了 后勤部长一听就懵逼了 说大人你不留一点吗 秀吉哈哈一笑啊 说如果打赢了天下都是我的 如果打输了我留这些钱财有什么用呢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秀吉已经孤诸一掷 他将一生的命运都压在这一站上了 收到钱财与军粮的将士们士气大震 在基禄城稍作修整之后 重新拿上武器和装备再度出发 只用了短短四天 便途经明石兵库泥奇富田 最后到达京都附近的山崎 也就是现在的山崎威士忌蒸留所那里 看过NV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天王山之战这个词 它指的是系列赛的第五场关键战役 那么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它就是来自于 封城秀吉和明智光秀在山崎的天王山的一次决战 明智光秀听到秀吉率部队往京都赶来时 立即带兵前往自古有要塞之声的山崎 并遇控制山崎后方的天王山 但他到达天王山时 没想到秀吉已经早他一步占领了这里 并且由于秀吉一路上打着为 知田信长复仇的名号 不断有信长的旧臣加入他的部队 当进行到最后决战时 秀吉的部队已经从两万人长至四万人 而明智光秀只有不到两万人 不到两个小时明智光秀就败下阵来 在逃亡中被农民杀害 山崎之战之后 秀吉的声望扶摇直上 一跃成为五大佬之首 明智光秀被杀后 知田家的主要将领聚集在伟章的青州 讨论知田信长的后继人选 以及领土分配的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青州会议 在会议中 大佬柴田圣家推举信长的三男 知田信孝当后继者 但这时候秀吉提出了异议 决定拥护信长年仅三岁的嫡长孙 来继承家业 秀吉作为替知田信长报仇的人 自然功劳最大 于是他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当时知田信长的孙子还非常小 连个大名都没有 小名叫三法师 就是这张图里 风尘秀吉抱着的这个小孩 秀吉抱着这个小崽子说 这个咱们的三法师年龄还比较小 我先替主公看着他 从此呢 风尘秀吉就开始了 携天子以令主侯 开启了他的实际掌权时代 有没有一种咱们的三国曹操的既视感 这后面几张图啊 讲的就是这个风尘秀吉 继承了知田信长的实际权力以后啊 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统一全日本呢 这时候知田家里与秀吉作对的 就只剩下原来的第一大佬柴田圣家了 1583年秀吉与柴田圣家在剑阅决战 最终呢秀吉取了胜利 柴田圣家自焚而亡 此后秀吉就基本上统一了原来知田家的旧臣们 1584年德川家康联合信长次子 知田信雄与秀吉展开 史称小牧长久守之战的战士 秀吉在战况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再次展示出惊人的外交手腕 竟然劝详了知田信雄 德川家康被迫退兵 与秀吉达成不战合议 并派出次男德川秀康作为人质 至此呢全日本已经没有能够对抗秀吉的势力 1585年秀吉在石山本院寺的旧址上 修建了雄伟气派的大阪城 此城呢也被称为是战国无双之城 同年秀吉攻打冀州与四国 1587年征讨九州 1590年出征小田园 秀吉的军队啊都是势如破竹 在灭掉北条市之后啊 秀吉基本完成了日本的统一 我们可以看到啊 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意外和巧合 如果明智光秀没有在京都的本能寺 把知田信长给逼死 也就没有风神秀吉接班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个密使送信跑错了兵营 也就不会上演封臣秀吉的 历史上著名的中国大返还 这是在知田信长用20年打下的基础上 封臣秀吉只用了8年就宣告了日本的统一 成为了日本以平民出身而取得天下的第一人 1591年封臣秀吉将官白以及家都之位 让给养子封臣秀次 而自称太阁 封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啊 治国有方 多年战乱的日本呢也是变得国泰民安 这个时候呢 秀吉他就飘了 这张图讲的就是他怎么飘的 飘到了朝鲜 站在权力顶端的封臣秀吉 这时候野心不断膨胀 逐渐萌生了建立一个亚洲大帝国的想法 他甚至都计划好了 首先要征服朝鲜 再来征服中国 最后征服印度 然后把首都和天皇呢都迁到北京 自己呢则住在宁波 1592年封臣秀吉给朝鲜国王李延写了封信 信的大致内容啊 就是我封臣秀吉是如何如何的英明神武 想要去攻打大明 但是呢山崇水阁 想要从贵国借道云云 朝鲜啊 由于长期以来都是大明的藩国 自然没有答应封臣秀吉的要求 封臣秀吉呢 以此为借口派兵二十万进攻朝鲜 史称文禄之一 战争初期 由于朝鲜两百多年都没有打过大仗了 国防力量十分薄弱 久经沙场的日军啊 则攻势猛烈 势如破竹 以极快的速度 就先后攻占了汉城和平壤 朝鲜国王呢 只能找到祖国大明求救 小弟我沦陷了 大哥你要救我呀 明朝神宗万历皇帝随即下令 派遣辽东总督 李如松为提督 率兵四万跨过雅禄江 进入朝鲜抗击日军 这所谓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面对来势汹汹的官名铁骑 日军实在是难以招架 二十万大军被打得 只剩下不到十万 封城秀吉啊 只能与明朝一和 这次战争最终呢 是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但也有效地消耗了 大明的有声国力 为大明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以至于当初清军入关 问鼎中原的时候啊 朝鲜居民无不痛哭流涕啊 觉得是大哥当年 就自己太使劲 把自己给耗尽了呀 话说这个封城秀吉 在兵败朝鲜的时候啊 年龄已经来到了55岁 在当时日本人的平均年龄 只有30岁 你想一想55岁 绝对是高龄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肯定想的就是 怎么样赶紧的 给自己找到一个继承人 但所谓造化弄人 一向运气都很好的 封城秀吉 没有子嗣呢 成了他最大的不幸 眼看着自己日渐衰老 却继承无门 心灰意冷的封城秀吉啊 决定传位给杨子封城秀赐 然而杨子秀赐 怎么也不会料到 几年之后他竟会因此遭来杀生之祸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说到 封城秀吉虽然妻妾成群 却一直生不出孩子 但没想到年近60的时候 封城秀吉最宠爱的殿君茶茶 竟然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封城秀赖 老莱德子的封城秀吉啊 是欣喜若狂 但同时也犯了男 早知道就不那么快 传位给杨子秀赐了呀 思来想去 所以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前途 封城秀吉忍痛把封城秀赐流放到高野山 勒令其替发出家 但封城秀吉觉得这么做呢 还是不稳 很快又命令秀赐切腹自尽 并将他的妻妾子女 共38人一同处死在京都的三条河园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啊 封城秀吉为了让自己的亲生 他认为的亲生儿子 坐稳这个家族之位 有多么的残忍啊 1598年醍醐寺赏花之后 封城秀吉日益衰弱 大部分时间呢都躺在病床上 对即将离开人世的秀吉来说 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幼子秀赖 为此呢 秀吉立下了以德川家康 钱田立家 毛利辉元这些重臣为首的 五大佬和五凤行 希望呢他们能够辅佐自己的儿子秀赖 同年62岁的封城秀吉 在京都的福建城撒手人寰 留下了仅有六岁的秀赖 封城秀吉的一生啊 可谓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以借平民出身 凭借着自己不断的努力建功立业 并且敏锐地抓住了吉玉成为知田信长的接班人 最终完成了一统日本的壮举 日本朝廷啊也极力地推崇他 甚至把他给神格化 赐封为封国大名神 那边的封国神社啊 其实就是为了祭司塔而修建的 对于一个大阪人来说啊 最爱的就是板神队 章鱼烧 以及这座泰格殿下的大阪城 然而很可惜的是啊 我们现在所看造的这座大阪人所引以为好的大阪城呢 很显然已经不是泰格殿下当年所建造的那个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说回封城秀吉辞世之时 虽然他已经做好了后世的嘱托 但是对于基于封城家天下的德川家康来说 那只不过是演出戏罢了 虽然德川家康没有战国三杰另外两位那么足智多谋 骁勇善战 但是架不住他能熬啊 他就是日本的司马懿啊 知田信长49岁挂的 封城秀吉62岁挂的 这两位都死了 德川家康还活着呢 而且最后还活到了75岁 把封城秀吉熬死的德川家康啊 于1614年和1615年分别发起了 大阪东之镇和大阪夏之镇两次战役 最终呢彻底消灭了封城市 最早的大阪城呢也在战火中消失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天守阁的五楼 在社长的左侧呢 这就是日本著名的重要文化财产 大阪夏之镇图屏风的临摹品 真品在四楼 刚才社长去看了一下 非常的精美 可惜四楼不让拍摄啊 在四楼呢还有这个封城秀吉的个人物品啊 一些重要的文物 刀剑啊 盔甲啊 等等等等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非常有意思 大阪夏之镇图屏风是约四百年前由黑田长正召集画师所画下 是天守阁的镇格之宝 他主要讲述的是封城家族同德川家族于1615年在夏天展开的最后一次决战 整个屏风相当巨大 分左右两扇 每扇呢都有三米多长 屏风上非常精细的描绘了五千零七十一个人物 一千三百八十七个旗帜和三百四十八匹马 不但有战争时士兵之谦无情的厮杀 还有在战乱中老百姓逃难的悲惨情境 对于战争的残酷性描绘的是淋漓尽致 屏风的右边呢是松平中旨所率领的德川家的部队 左边则是甄田姓村所率领的封城家的部队 这个甄田姓村被称为日本的赵云 当时封城家已经是封中残竹 许多大名呢都投靠了德川家 只有甄田姓村等少数人是誓死效忠封城家的 甄田姓村最终战死在大阪下之阵中 但他以智勇兼备的武者风范 以及舍命捍卫主军的骨气 为自己博得了日本第一兵的美名 我们现在来到了五楼的背面 这边呢都是德川家康和封城秀吉 他们两军交战的主将 今天特别给大家看一位 非常知名的封城秀吉的大将甄田姓村 这位就是甄田姓村 2016年上演了一个大和剧叫甄田丸 随着这个大和剧的热播啊 甄田姓村更是被日本人家喻户晓啊 他的扮演者叫借雅仁 社长也非常喜欢推荐大家看一看啊 1620年德川幕府开始重建大阪城 以及第二代的天守哥 在原来的旧址上面建起了一座更为雄伟 更为气派的大阪城 此后呢大阪城便成为德川幕府 控制西日本大明的重要据点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天守哥 就是德川家康建造的吗 很可惜也不是 在仅仅竣工了39年后 第二代天守哥就不幸被闪电击中而烧毁 后来到了明治维新时期 明治政府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 并认为啊天守哥是封建落后的象征 于是便一直没有重建天守哥 大阪城呢也就成为了没有天守哥的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啊 大阪在明治维新以前写作 大阪也就是提土旁的阪 可以看作是一个士兵的士字 加上一个造反的反字 明治政府一想啊 这不行啊这不吉利啊 这不就预示着武士要造反吗 于是就改成了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巴尔旁的版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大阪城天守哥 究竟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 其实直到1928年大阪市政府才重新提议 重建大阪城天守哥 当时又获得了大阪市民的热烈支持 以及踊跃的捐款 半年内一共募集了150多万日元的资金 相当于现在的600多亿日元 设计师参考了大阪夏之阵图屏风上 画的封城时期的天守哥 混合了封城时期和德川时期的外观风格 重建了这个第三代大阪城天守哥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重建的天守哥外观一共有五层 其中一到四层呢都使用的是德川时期风格的白漆 而五楼则是用的是封城时期风格的黑漆和金箔 1931年第三代天守哥建成后 天守哥及附近的105公顷的土地 被化为大阪城公园 公园不仅仅保留有多文鲁 千冠鲁 干鲁 大手门等江户时期的建筑 位于本湾西色的西枝湾田园内 还有约600株樱花树 每年樱花季都会有大批的人潮涌入园中 场面极为壮观 1977年呢大阪城也被日本政府指定为登陆有形文化材 我们现在来到了天守哥的八楼 这里呢是一个展望台 视野非常好 我现在站在这里就有一种封城秀吉 站在自己的这个城楼上面看着天下的感觉 那边是梅田有一个红色转盘的地方 那边是帝国大厦 怪不得这个楼这么贵啊 原来看这个天守哥这么清楚 再往那边去呢是天王寺 那边是新斋桥 我还看到了我自己的家 前面那个高楼 风景太好了 这边是NHK 大家看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 叫什么 这个叫虎 汉字写成鱼字旁一个老虎的虎 念呢也念成虎 传说是日本的一种海兽 因为毕竟这个日本古代的城墙都是木造的嘛 所以把这个每一个房角的这个眼角上面都装上这个虎呢 寓意就是说可以灭火消灾 那边呢就是风国神社 是为了纪念封城秀吉而建的 等会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从天守哥那边出来之后啊 在对面呢正好就是风国神社 这风国神社呢就是用来纪念封城秀吉这个家族的 主要就是封城秀吉啊 你看在这个里边啊正好有封城秀吉的铜像 看上去个子从比例上来看个子确实可能不高啊 一米五四应该是比较真实的身高 怎么还拿了一个铁扇子呢 可能大阪当时也是非常热啊 不是这么看那长得是真丑啊 你看 大阪城里鸟语花香一片祥和的景象 社长不禁感慨如今战乱不在 那个群雄争霸的年代已经尘封在历史的烟云中 现在的大阪城啊也开始对外开放 给所有来此游客们供大家参观古迹评调古人 世事沧桑 一代萧雄的伟业只存续了几十年就灰飞烟灭 只有英门前的那块风尘秀吉当年用的上下马石 依稀残留着私人的印记 象征着这位天下人的权势与威严 正如出身平民的他在去世之前 效仿其他武士留下的那首词诗诗 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 此季武申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 正当社长要离开的时候啊 恰好看到了这个广告牌 这个广告牌非常有意思啊 上面写的是泰格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了泰格的大阪梦而捐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天守阁的这个底座啊 它是德川家康时期的这个建筑底座 作为基础建起来的 那么大阪市政府呢 因为毕竟这是大阪人的精神象征嘛 大阪政府啊 就想重现这个封城时代的这个封城十元底座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捐款的广告牌 我在网上特意查了一下 要捐款五亿日元来建这个十元底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你有没有看过瘾呢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 我是市长刘洋 我在大阪等你来